鸡蛋撞地球 鸡蛋撞地球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我爱发明》 今天也不是请来的嘉宾呢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彭老师 欢迎彭老师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孩子们进行的一场 鸡蛋撞地球的比赛 应该说同学们开动了脑筋 想出了各种这样的办法 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决出最后的胜负 我想随着楼层的增高 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 里边突出的人 就会表现出来 没错 那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要看看最终谁会拿到这个冠军呢 一个月以前 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 发出了以鸡蛋撞地球为主题的创意邀请赛 7月13日 来自丰台区的13个创意团队前来参加赛赛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经过几张学生 第一轮从二楼投掷的13个创意团队 所有投掷完毕 除了大城学校小学部 赵登梅学校 十二中 以及丰台二校四个学校外 其余的九个参赛团队均成功进行 即使面对三分高度挑战 然而就在此时 平美团又有了一个新举例 待会我们考虑一下学生 来到这里热心很高 给他们增加一次成功的机会 能够让他们有一次复活赛 在前面的比赛中 十二中的同学利用非牛顿牛脂的原理 采用了淀粉浆高过鸡蛋结构 使淀粉浆在接入树边 变为固态来保护鸡蛋 虽然想法标心理异 但结果却不介入人意 两次投掷都未能起到保护所 鸡蛋都不破碎 赵登梅学校的同学们 做的装置是一个方形结构 米软卖液 第一次投掷过点不准 第二次投掷虽然落点准确 但犹如缓冲不够 鸡蛋破碎而失败 大城学校小学部的小朋友们 则因为过于考虑鸡蛋的完整度 而在准度上没有做充足准备 两次投掷都因封闭的原因 装置未能落入平台而失败 这次咱们这个装置跟之前的有不一样吗 有不一样 就是完全都改了 就是原来那个就是方方正正特别硬 然后两个都碎了 咱们这个现在是采用了一个什么结合 为什么底下加一个这个板呢 因为怕它滚 那上面的呢 上面就是软的 就是里边用海绵把它包裹起来 对然后外边是这种软的套套 你们的装置也是变了 对我们在外边又加了一个缓冲装置 然后更能保护好里边的鸡蛋 这里边是什么样的装置 什么样的结构 里边跟那个 还是跟沿用上次的那种淀粉溶液 对 还是淀粉溶液包着鸡蛋呢 对但是里边又加了更多的海绵 来起到保护作用 还是那个袋子 然后再用海绵把它包裹起来 对对对 那觉得这次有有把握 但愿吧 那么在参加复活的三组团队里 最终只能有一个团队复活成功 究竟是谁能顺利晋级下一轮呢 复活赛 学赛是会怎么样 希望能成功吧 希望能成功行 算你们的啊 好 复活赛每队只有一次投掷机会 我们首先上场的12中代人队 在给淀粉装置外面 加上缓冲以及保护装置之后 能复活成功吗 一定不要睡啊 睡了什么 睡了之后没办法 我这只能回车了 睡了 怎么样 对这次结果有了心机吗 看看 看看呢 今天刚才这个声音也挺大的 咚一声 对啊 那么这次鸡蛋会完好无损了 对啊 还是睡了 还是睡了 已经破了 嗯 你看 嗯 这么过 是吧 最终鸡蛋还是破损了 虽然12中的同学们在这场比赛中以失力告终 但是这种创新的思路以及敢于尝试的精神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好 彭老师我们看到这组同学呢 他们这个实验的不成功 但是您觉得他们这个这个道理可不可行呢 淀粉确实是有这样一种特性 嗯 就是它突然受力以后 呃 它会变硬 但是它这个设计呢 它是要保护鸡蛋的 你看它在里头扶着的 嗯 整个呢 包在一个塑料袋里 嗯 现在我就不敢保证在落地的时候 这个鸡蛋肯定还在上边 哦 它这个袋子可能会发生滚动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呢 我们再考虑 如果说这个淀粉 啊 在它接触地面的瞬间变硬 这个鸡蛋它遇到的是一个什么环节 硬接触面 硬接触 可能也会把这个力传导到鸡蛋壳外面 对 鸡蛋壳如果受力过大 受压强过大 那有可能也会破碎 所以这个实验想法起初是好的 但是从分析上讲呢 有点不太切合实际的问题 另外这个淀粉浆和好以后 它长时间的放置会不会变质等等这些问题 如果综合考虑的话 它这个不一定能够成功 成功率很低 对 好 明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同学们的实验 接下来进行复活赛的是大城学校小学部的同学们 我们看到这次装置上面没有了气球 反而多出了一些用来缓冲的牙签 那么它们能成功吗 好 好 这次找到技巧了 希望你们能成功好不好 好 好 给自己加油 加油 你们呢 你们现在紧不紧张 不 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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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紧张 为什么 因为不是女人是吧 那等会你要给你的小伙伴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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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点准确 孩子们异常兴奋 下面最关键的就是鸡蛋的情况了 好的 这是好的 大城小学投赐成功 那么接下来在赵东武学校 会有怎样的领先呢 莫名准确 如果鸡蛋也完好的话 两个学校都成功 还得升高楼层进行对决 最终只有一个团队 可以复活成功进阶下来 这一个团队还有一手一手呢 我怎么感觉回来了呢 因为它那个凉了是吗 我感觉湿了 没有没有 它已经一个这么湿了 快了 快了 雞蛋都瘪了 来 已经睡了 雞蛋都瘪了 还是包的 其实又太软了吧 第一次是太硬了 有缘一份 那还有下一次呢 参与了 这贵在参与 他们这个复活机会还是失败了 对 他们这个复活机会 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在做这个装置的时候 重心有点偏下 虽然说它可能扔的时候 让这个平面向下之后 在交流过程翻转 翻转了 所以说它等于加厚的这个 等于这个面朝顶下 对 这个面朝下了 然后它本来想起反通作用的这层的朝上 最终大城学校请绝部成功晋级 我们第一轮的比赛 现在我宣布一下晋级的参赛队伍 时光小学 大城学校小学部 阳桥学校 航天中学 何义学校 西罗园学校 季家庙小学 大城学校高中部 方兴园中学 以及丰台一小 好 下面请所有晋级的学校参赛队伍到三楼做准备 此轮依旧第一轮的抽签顺序进行投掷 第一个出场的依旧是时光小学在本队 身高一层对你们来说难度大了吗 大了 觉得这个难度大在哪里 这个更高了 然后咋下去可能会弹得更远了 可能会弹下去 就这个准备就没有刚才那么精确了 是吧 对 咱们还是采取之前的那个结构呢 还是换了一种成功 还是之前的一个 你觉得它在三楼 能承受住这个高度吗 应该能吧 楼层升高之后 会比参赛队伍 带来怎样的挑战呢 物理很稳 鸡蛋 在哪里呢 碎了 这黄都出来了 已经坏了 这黄已经都缩了了 这个失败了 坏了 第一次出师不利 那么这第二次能保证鸡蛋完好吗 很可惜第一次鸡蛋破碎 第二次装置落在了落点以外 此轮时光小学 投掷失败 第二个上场的 是大城学校小学部 还是咱们之前的装置 还是换了一种装置 把这四周都放好加小 第二次就不容易躺了 有信心吗 有 有 有信心啊 因为他们刚才是复活的 然后呢 战胜那俩高中组 所以他们特别高兴 然后就开始去那儿 开始把这个 那个重新改造 然后重新粘了一下 眼泪觉得他会碎吗 三楼更高了 他觉得不会碎 不会碎 有把握哈 好累 是你们成功 那么第二次 我们还能 注意吗 小心 我看到 第二次 是好熊 装置在落地上 和我解来回 这么里面的鸡蛋 怎么样了呢 没有 没事 差好 好 来 拿着 有金骨鞋 大城学校小学部 成功晋级 那这次楼层是增高了的 这个难度肯定会增加 还有把握吗 有 把握来自哪 谢谢 带着信心 杨桥学校能否闯关成功呢 第三个上场的 是航天中学代表队 还继续沿用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发现 从一楼那块扔的时候 它的稳定性 以及掉落的那个 就是准确的程度 还是不错的 所以继续沿用它 到三楼这块扔的时候 还有信心 对 那么 这个有缓降设计的装置 到三楼 还能稳落台面吗 这间装置 偷偷悠悠 最终还是没有 录录平台 投掷失败 第二次投掷的 力量夹大 装置 远复平台 那么鸡蛋 灵况如何 仅仅一小块石头 便起了大损 第二次 航天中学成功晋级 接下来 第四个上场的 是合意学校 看来 合意学校在外包装上 采用了粘镜物质 让其可以紧贴落点 你做的吗 不是 我们因为想沾的布 就成功了 成功了 一旦满航无损 成功吧 耶 合意学校成功晋级 这次楼层升高了 可是高了一层 这三层楼 我在四层市 我就没事 没事 心心更高了 心心满满的 大城学校高中部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第一次很可惜 不顶不准 现在很紧张的 这位同学 第二次 能否把握得住呢 这间又来一阵风 看来形势不妙吧 两次投掷 装置多位 落入平台 紧急失败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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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第二轮赛程过半 在剩下的五个团队中 会有几个队友 成功晋级 下一轮呢 请继续收看 外发明 接待撞地球 下 第六个上场的西罗园学校 在装置上面 也有缓降设计 会随着楼层升高 对他们产生影响吗 难度增加了 您觉得这次 开车下去 才有把握吗 有没有信心 我们做个实验 五个团队下去 都碎不了 是吗 有把握 有 有 有把握 那能扔得准吗 没风 小怕应该没问题 八九个离 太冷了 这次 此刻 大家都急切地关注着 鸡蛋的安全 这个结果 有点出乎一眼之外 我们看下落的过程中 是非常平稳的 但鸡蛋依然裂了 今后还有第二次机会 如果上次是个意外的话 这次会成功吗 那么这次鸡蛋的情况 他们是特别有信心 我是没有信心 我总怕发生意外 老师您就不乐观 哦 从被关 在中间点 紧张吗 这会儿 觉得会是完整的 还是会是错的 完整的 随着鸡蛋 随着鸡蛋即将被打开 大家的心也都提到了嗓子眼 会是好的结果吗 第七个上场的是方星园中学代表队 怎么样 这次装置有变化吗 有 画了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咱们最初用的是什么发展 最初用的是一个类似次元的样子 然后在泡沫外面扎很多的牙签 这次这个是一个什么装置 这次是一个三脚架的 然后就是重量是增加的 然后比较之前比较更冷 我以为楼层更高了 那你们觉得从三楼上下去有把握吗 把握是比较大的 就是怕有意外 就那么一点意外 你觉得意外会出现在什么情况 就还怕落不到台面上 能保证这个鸡蛋不会碎 但是如果落到台面上再弹出去 这个就比较可惜了 第一次投资 装置跌落 投资失败 那么这第二次还投得准吗 这次鸡蛋的碎与不碎 这次鸡蛋的碎与不碎 决定着方星园中雪的晶级与否 所以还是比较关键的 什么情况 现在说不好 我觉得好像坏 因为那外包装已经湿了 已经碎了 对已经坏了 这鸡蛋已经碎了 已经湿了 这样已经坏了 里面的那个鸡蛋的那个材料 本身它就是直接包装 里面它和鸡蛋之间 没有管轻 对没有管轻 材料 直接缓通 或者说它突出的部分 跟这个台面之间一接铁 直接把这个粒就传到鸡蛋上 下面一组要上场的 是季家庙小学代表队 三楼扔下去 觉得有没有信心啊 有 有信心 有没有担心 也有 就是怕万一掉下去碎了的话 不过我们还是会有信心 因为信心来自于我们不断的尝试 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来发展这种钱 现在准备怎么样了 那就走吧 哎 刚刚你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吗 我开启张我开启张鸡了 它没吹到就弄了 嗯 你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走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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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裂口了 但是没有碎 鸡蛋已经裂口了 你看这白的了 已经裂了 很遗憾 鸡家庙小学最终没能 扳回盛局 第二轮最后一个上场的 是分台一小代表队 二楼的时候 咱们这个米是碎出来了吗 就是因为这个袋子没有弄好 然后所以我们是碎了 那这次是楼层升高了 难度增加了 你觉得这个装饰 还能应对的这个挑战吗 应对得了吗 我觉得可以 只是袋子破了而已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这个时刻大家都紧盯着装置 等待一个结果 这时候旁边有人提出 要对鸡蛋进行检验 接着目前 一二轮三楼十个团队的比拼 已经全部结束 其中有六个队顺利晋级 它们分别是大城学校小学部 阳桥学校 航天中学 合议学校 西螺元学校和崩开一小 把这环已经都扑得了 对于是在 分别是时光小学 大城学校高中部 邦兴园中学 还有一家庙小学 现在所有晋级的学校 上到四楼 参加我们的第三楼竞赛 第一个投掷的 是大城学校小学部 接上去 增高一个楼层 我们看到 装置的运气差了很多 弹跳比较厉害 由于太过紧张 没听授音 抢拍投掷 第二次 投掷不效 两次投掷 都因装置反弹太大 跌落到平台以外 大城学校小学部 无缘进击了 第二个投掷的 是杨桥学校 第一个鸡蛋碎得一塌糊涂 那么第二个 能成功吗 装置未能落入平台 进击失败 四层的高度 第三个投掷 是合一学校 小伙伴 你有没有信心啊 有 有是吧 注意安全好不好 来 看你的 这 对 大胆 没事 胳膊往外伸 我抱着你 胳膊往外伸 胳膊往外伸 你先站 你先站着 胳膊往外伸 我站住 你先站住 我 hand about her 胳膊往外向 胳膊往外伸 我黏膊往外伸 胳膊 evol 准备好了 两支手拿着 两支手拿着 往外看一下 真的 对 我们看到 这位小同学 直马很高 整个人 Concept 异常紧张 那么 他能 口致成功吗 我也 drum mister 大胆 员 由于过度紧张 没有注意方向 带有粘性材料的装置 竟然贴在了强体的卖力面 第一次投掷失败 那么第二次机会 能够活得住 两次投掷失败 可以学校 没能成功晋级 第三轮比赛 仅有在六个参赛队 直至目前赛程过半 竟没有一个队伍胜出 那么后面即将出场的三个队 会有晋级成功的 我们拭目以待 第四个出场的是 航天中学代的队 那么随着楼层增高 他们的方案也有改务力 我看你们这是一个三条体是吧 是的 这个是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里边呢 比如像吸管 吸管它有弹性 所以就能减少一些缓冲 还有一些棉花 外壳它比较硬 掉到地上的时候 它可能会裂开 所以就让鸡蛋在里头更软和 这个天呢就是为了 就是它掉下去的时候会是这些东西 天呢就先落地 然后对它就是鸡蛋受力就可能会小一些 换个换子 这就是 ¿的人要 Tut? 刀天中学高中部 刀天中学高中部 一定晚上说什么好事啊 怎么样 成功了 加油 这可是本轮第一个投掷成功的参赛队 那么里面的鸡蛋 情况怎么样了呢 咱们这是第一个竞技的 那会儿竞技怎么样 还是比较有心 我觉得我们五楼应该也做 五楼也太好 这么有心心 早就来谈一下 一定没问题 我们之前 我对咱们这个竞技很有心 对 你看看我们这里 内装修 终于有一个队伍竞技成功 那么第五个出场的西螺元学校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第一次 中期虽然稳稳地落在了坛内上 第一次 中期虽然稳稳地落在了坛内上 但是没听哨音 犯规无效 第二次顶着压力 能成功吗 那么西螺元学校能顶着压力 成功晋级吗 在随后更为紧张的对决中 孙中谁能胜出 请继续收看 外发明 鸡蛋撞地球 下 七楼元学校 副导老师 我求开开第一次投掷的装置 对其他学校不公平 您帮我看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一轮合体重的 咱们提前准备多少次清晓 它们是淘汰的 它们是连生蛋出来了 鸡蛋是少的 但是这也属于违开 虽然鸡蛋蛮好 但是犯规在先 西螺元学校还是未能进击 那么第三轮 四楼最后一个投掷的学校 是丰台一小 代表队 改装了 改装了 怎么改装的 第一口准备 第二口 你成功吗 截至目前 第三轮六个参赛队 全部投掷完毕 但非常戏剧性的是 本轮只有航天中学 一支队伍胜出 其余五个参赛队 都未能创冠成功 那么有谁能与 这一位胜出的队伍争锋呢 我们决定 再来一轮复活赛 决出一个胜出者 与成功胜出的 航天中学 进行对决 那是个参赛队的复活赛 只有一次机会 每个学校只有一次机会 从一学校复活赛 一次机会开始了 合一学校成功复活 二号复活队 西罗园学校 我们从来没有扔碎过 孩子可能看过 几张的机的小孩 西罗园学校复活成功 三号复活队 羊桥学校 羊桥学校复活失败 四号复活队 推海影响 猪涛 手往前点 手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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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太好了 不点稳定 鸡蛋情况怎么样呢 同学们都急切地盼望着结果 耶 来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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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孩一校复活成功 最后一个复活队 技嘉妙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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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成功 通过我们第三轮的比赛 现在有四个学校复活成功 和义学校 西罗园学校 技嘉妙小学 以及丰台 一校 那么我们将会抉择出来唯一的一个代表队 和航天中学进行最后的冠军争夺 如果在四个复活队当中没有一个队成功的话 那么我们上一轮比赛中获得胜利的航天中学就会成为我们这次比赛的冠军了 能够明白吗 所以如果大家想争夺冠军的话 一定要把握好下一轮比赛 好了 现在四个代表队到五层准备比赛 四楼总共有四个队复活成功 那么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五楼最高层的挑战 其中只有一个队伍可以复活成功 那么这最后的一个争夺冠军的席位 会归谁所说的 怎么了 一上来就开始惊叹 这位很高 挺高的 挺高的 这高的跟低的比 你觉得在心理上有什么不同啊 就是高就害怕自己 打不中嘛 然后而且就心里有点害怕 然后就不敢把手伸出去 咱们这可是最后一次复活机会 只有一个队伍能跟航天中学进行比赛 你觉得你们有没有兴趣 五楼的高度对孩子们来说 可是个不小的挑战 一个参加复活的风台一校 能成功吗 装置低落数捡 未能落入平台 是失败的风台一校 遗憾一场 第二个复活队伍是合一学校 咱们现在是已经到五楼了 我的站到这儿都有点那种悬晕的感觉 你到这儿觉得跟底下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比上面要高 有头这儿晕 都有点晕 这最后一次机会 一锤定音的时候 你觉得这次有没有把握 能不能复活成功 能 装置是稳稳的 粘在了台面上 那么这么高的楼层 里面的鸡蛋 能受得了这个撞击吗 作为复活赛 美队只有一次机会 成则争夺冠军协备 外面则逃得出去 那么此刻鸡蛋的状况 有尾让人揪心 你这是在干嘛呀 一动 太紧张了 而且在一动 孩子们的兴奋之情 难以掩饰 可以学校 复活成功 那么第三个上场复活的 是西螺元学校 你们这会儿心情怎么样 我们心情很忐忑 他就怕一会儿风大用不准 我们有点担心 风力有点大 但我们有绝对的信心 有绝对的信心 取得胜利啊 好嘞 就在等待的过程中 有微风渐行 这么高的楼层 一点点的风力 对缓降装置 都是有影响的 那么西螺元学校 这最后一头 能持重把心吗 楼层越高 风力的影响越大 整个装置 被远远的吹到了一边 因此西螺元学校 复活失败 最后一个参加复活的 是技嘉庙小学 最高层的地方 你们感觉怎么样 虽然有点害怕 但是毕竟到了第五层了 就要比下去 然后呢 我们今天就冲着 这个第五层来的 我们今天上第五层 已经了了我们的心愿 然后呢 我们今天就放手一搏 反正已经到了第五层了 你扔还是扔 然后扔也得扔 不扔也得扔 所以呢 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最后拼搏一下 对吧 一锤定音 有没有信心 有 有信心 好嘞 你呢 有 结构巧妙 伸手巧劲 是怎么样的技术 可以让它在水面里之间 又是怎样的设计 使它可以不被滴行的前景 敬请收看 外发明 水路 神行写 你也是天亮小学吗 是啊 你考量 好好赢 他会先上的 如果即将要小学 装置里面的鸡蛋 也完好无法 那么就会和之前的合议学校 同时复活成功 然后两个队 再进行对决 那么此时装置里面的鸡蛋 会完好无所 这个是你们学校的吗 不是 不是 那你们在这看什么呢 希望它成功吗 失败 为什么呀 失败了我们才能见 那么究竟季家庙小学是失败还是成功呢 鸡蛋完好无所 两个胜出的队伍又要尽情对决了 现在是有两个队都成功了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都是有 外表面是有这个年轻的队伍 这个我觉得咱建议 不让我不允许 用这个 把年轻的东西去掉 让他们再比一次 是吧 对 考虑到咱们这个比赛进行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们现在要从规则上稍微进行限制 咱们的规则适当的改变 也就是说咱们所有的这个成型的外表面 不允许有年轻的队伍 所以其他的规则还都是不变 所以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赶紧 在下面那个装 三分钟的时间 两个队伍需去除装置外面的年轻材料 然后继续比拼 在这种新的要求下 最终谁能舍出呢 感觉现在心情怎么样 在这情况下 希望你们两个合作起来 把这个项目拿下 走 最终比赛的最后时刻 两个队的装置都没能落入台面 同时遗憾出局 现在是就剩咱们一个队了 是吧 但是为了证明咱们到底势机优秀 我觉得是不是还应该在上五楼再扔一个 那必须的 必须的 有没有信心 必须有 好 那咱们上五楼 加油 虽然航天中学是剩下的唯一胜出 但为了证明实力 有一个众人信服的结果 他们还需登上五楼 接受终极考验 好 我们现在到五楼了 你有信心咋办 有 那就挑战你的人吗 有 真的有吗 有 好 那就看你的 走吧 加油 来 好 现在听到他们给你加油 声音了吗 你现在感觉压力大不大 如果你赢了 你就是冠军 你带到你们学校 好 知道吗 知道 知道 好 走 听口哨声啊 好 在所有队伍都止步五楼的景底下 航天中学即将面临的 会是怎样一个结果 这个终极挑战是不是能成功 结果谁也不知道 此时 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紧张 期待 急需理解 急需释放的情绪 会在这最后一刻 点燃吗 好 现在 急需的时刻 马上就要大了 就 把这种手段 好 大家的作品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急需 加油 急需 加油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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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怎么样 怎么样 太棒了 就是觉得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就是觉得那种 就是心里的感觉 就是一下爆发 然后大家落地 五楼的高度 稳稳落地 堪称 完美瞬间 此时最为关键的 还有鸡蛋的完整度 到底怎样 现在其实也挺关键的 咱们虽然扔准了 但是碎别碎还不知道呢 你觉得会不会碎 不会 不会碎 好 我们期待见证结果 见证奇迹 我都挺张 如果鸡蛋完好无损 那绝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 手啊 看着手 对 小心一点 小心老师 鸡蛋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 所有人都充满了期待 拆蛋真假 来 这个 没睡意 没睡意 成功了 好的 咱们转一下 看会怎么样 来 咱们转一下 把这个纪念意义的鸡蛋 尝尝 这都成功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激动 很激动 不过在比赛之前我们就有信心 我们一定能取得胜 咱们这个信心来自己拿 我觉得我们那个装置 就是真的是很严慕 然后我们还打算在27楼也饰演一下 我觉得我们觉得那个应该也会成功 是吗 这个有信心啊 好嘞 祝赏你们 这个结果我觉得也应该是非常完美 由于挑战的队伍 没有复活 所以他们作为一个表演 见证奇迹 然后做这个实验 而且这个实验非常成功 它这个成功呢 我觉得就装置本身而言 有这么几个特征 第一个首先从内部来看 在紧贴鸡蛋的这个接口面上 这场看 它基本上是按照一个来扣的这个鸡蛋的表面 它受到撞击的时候 受力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均匀 第二个原因呢 它中间填充了这种软性的退众物质 也起到第二个保护的 第三个原因 从它的稳定度上来说 它采取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的稳定度就要比这个正方体的稳定比较高 因为正方体由于它的受力面积是很大的 它由于从高空落下来 它受到的这种一旦接触面稍微有不太平整的话 它可能它会翻转 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 它哪怕它某一个尖端落地 但是它的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促使它的另外的两个专业还着急 而最终的结果也见证了它们的方案 好了同学们 经过今天精彩的比赛 我们最终角逐出了 本次鸡蛋撞地球比赛的冠军 它就是航天中学高中代表队 好下面就有本次的评委 中高地青少年科技馆馆长张云毅 为我们的冠军队颁发奖杯 祝贺你们 觉得这次活动 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我有两个收获 第一是听到了我的眼界 让我学会了很多学的姿势 第二是听到我 就认了他们最协议 我们有互相解释的过程 没有互相埋怨的过程 所以我们说的像 我在那时候 您是知道的 比较很多 但是让我克服了一点点 但也比每刻好 在这个鸡蛋撞地球比赛当中 只能会涉及到一些 基础的立体的结构 甚至材料去的结构 而这些呢 无论是小学生的 出动软还是高通的 他们都会过多或少的 在他们课堂的学生 对这一项实施 有一定的选择 但是如何继续 通过这个体验 他们是自身 有很多的感受 而且我觉得这次的比赛 对于学生的价值观上 也是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一件事 为什么呢 他们都是通过 这种对的过程 学生他们成功之后 他们那种国务中的 这种方式 拉拉队的风险 对他们 争承的那种父母 对这都体验了 他们那种 那种精神 而这些 我觉得对于学生 今后的 这种成长的力量 那你觉得咱们这次活动的 最大的意义在哪 最大的意义 我觉得让学生知道 原来科学可以这种意义 好了 今天我们看到了一场 中小学生之间的 这个鸡蛋撞地球的比赛 别看鸡蛋撞地球 这个实验非常的小 但是呢 我觉得孩子们从中 能够开动脑筋 而且体会到了 科学探索的乐趣 我觉得这样的比赛 非常有意义 对 很多学校的学生 都进行过这种比赛 学生对他们是非常感兴趣的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比赛 以后学生还可以多组 这一些这种类似的 可以让同学们 在这种实践的这种 动手能力当中 也可以锻炼自己的这种 科学思维和科学的思考方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电视机 您有什么好的想法 要告诉我们 赶快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还有新浪微博 今天也再次感谢彭老师 来到演播室 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欢迎继续关注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